执法人员早上到观塘码头 清理老叔者搭建的禅建物 警方和食环署人员到场 早上9点多抵达海滨道观塘码头 准备清理行动 也有社工到场协助 观塘码头中间位置搭建了十几间木屋 同时堆积大量杂物 运输处早前张贴告示说 公众人士不可以将物品放置在码头里面 今天会采取清理行动 工作人员将责物逐一搬走 也有露宿者自行搬走物品 工作人员又清拆禅建物 有关注无家者人士说 类似的清理行动过往时有发生 批评政府没有妥善安置的政策 码头也有杜伦前往西湾河 运输处说在清理期间 杜伦的服务会维持正常 母线电视机者一篇荣汐报道 今审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中